欢迎来到WAM系统培训班 我们来到销售项目设定 零售项目 在主版面按总档零售项目系列 在这个版面可以见到所有零售项目系列 零售项目系列下可以再分系列无陈数限制 在右下角按显示零售项目 可以一同显示系列下的所有零售项目 如果新增第一层系列 可以按新增零售项目系列 我们可以选择这个系列下 是包含零售项目或是包含纸系列 输入名称、长程按确定就可以了 按系列名称去到系列内容 可以编辑和删除 如果系列是包含纸系列 可以新增纸系列 如果系列是包含零售项目 可以在系列下新增零售项目 按向上的箭嘴可以上上一层系列 也可以查看其他系列 按指系列向下一层 下一层可以是系列或是零售项目 如果已经拥有下一层系列或是零售项目 这个系列就不能删除了 新增零售项目 新增零售项目除了系列之下 也可以按蓝色的新增键 输入零售项目编号 选择系列 输入零售项目名称、价格 按确定就可以了 其他栏位按需要输入 系统没有限制必需输入 我们来详细看看栏位 编号是代表这个零售项目 不能重复 发票上会显示 系列是用作分类 名称是这个零售项目简单的文字描述 发票上都会显示 详情是这个零售项目详细描述 部门、品牌 只是作分类和分析 按新增可以新增部门和品牌 价格有分定价、项目折扣和正价格 定价是自由输入 项目折扣可以输入金额或百分比 正价格是自动计算 价格的三个数都会在发票上显示 有权限的使用者可以作出适当的更改 折扣日期是指这个项目折扣在发票显示的期间 过了折扣的期间 上述的折扣就不会在发票上出现 正价格就等于定价 发售日期是指项目可以出售的期间 状态 系统会预设零售项目为有效 有效的零售项目可以出售 而失效的零售项目就不能出售 以新增的零售项目可以搜寻 按蓝色搜寻键 输入搜寻条件按确定 符合条件的零售项目 会显示在零售项目列表 零售项目可以编辑、删除或查看 按编号、系列或名称可以查看零售项目 查看零售项目的版面都可以编辑或删除 按大量折扣可以输入不同数量、单位折扣或总折扣 如果零售项目有多于一个编号 可以在代替编号输入 在发表上如果输入代替编号 系统会转换成零售项目编号方便输入 当然代替编号是不可以 和任何一个项目编号重复 按分点勾选零售项目 可以在哪一间分点出手 就是这么简单 零售项目已经设定完成了 稍后我们会进行其他设定 稍后见